提多书 提多是一位希腊基督徒 是保罗多年来特别信赖的同工 跟随保罗一起外出宣教 保罗遭遇困境的时候 他曾出手相助 在这封信中 保罗拆他前往克里特 帮助恢复当地家庭教会 各个聚会点的秩序 克里特是希腊沿海的一座大岛 早在古时 克里特岛的文化就恶名远扬 希腊语的骗子叫 Critizo 等于成为骗子 就有克里特人的意思 这里的人因为背叛和贪婪 而臭名昭著 岛上大部分男人 会为出价最高的人当雇佣兵 岛上的城市质安很差 充斥着暴力和滥交 但是克里特岛 拥有很多具有战略价值的港口 这些港口为整个地中海服务 从保罗的观点来看 这里是建立教会据点的好地方 我们不清楚具体细节 但是不管怎样 在克里特教会那些腐败的领袖的影响下 教会还是建立起来了 这些领袖虽然自称是基督徒 却在毁灭教会 于是保罗给提多一个任务 让他去处理那些问题 这封信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提多书的结构十分简洁 在简短的介绍之后 保罗给提多下达了任务 并做了明确的指示 之后 他指引信徒要在日常行为中活出新的道德准则 好让世界看到基督徒是一种全新的人类 这样福音就能给克里特社区带来更新的变化 最后保罗用问安来结尾 一开篇 保罗就提醒提多 使徒要传递的信息就是对永生的盼望 或者说是对新造生命的盼望 现今这些盼望都因为弥赛亚耶稣变成了真实 从不撒谎的神 早就应许过这个盼望 这段简短的开始 为整封信垫下了基调 克里特教会有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他们把耶稣 跟他们自身的观念通化 把基督徒敬拜的神 与他们从小所知道的各类神明 放在一起 特别是他们的主神宙斯 克里特人宣称 宙斯就生于克里特岛 他们很喜欢讲有关宙斯的预言和故事 讲他如何诱惑妇女 用谎言达到自己的目的 保罗的意思清晰明了 神以耶稣的样式显现 这与宙斯截然不同 耶稣的本质特征是信实和真实 这意味着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也要按真理而行 对于克里特人来说 这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之后保罗向提多提出了一个双重任务 他说首先要为每个教区任命新的领袖 他称这群领袖为长老 这些人都是形式成熟的丈夫和父亲 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克里特文化格格不入 他们被公认为人正直 完全献身于耶稣 对家人和教会会众有自制力 且慷慨大方 这些新的领袖要传讲耶稣的福音 他们将取代那些堕落的领袖 所以必须直面那些堕落的领袖 这也是提多的第二个任务 保罗把这些教师成为那奉哥里的 换句话说 他们是犹太裔的克里特人 自称追随耶稣 和加拉太教会出现的问题相似 这些人要求 如果非犹太人基督徒 真想做弥赛亚耶稣的跟随者 就必须受哥里 并遵行摩西律法 保罗说他们被犹太人荒谬的言语 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迷惑了 最终的结果是 他们只是利用教会的职务便利 谋取钱财 所以保罗采取了一种高明的表达 他以用古代克里特诗人 艾皮米·尼德斯的话 来评价克里特人 这位诗人非常诚实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克里特人向来是骗子 歹毒的野兽 懒惰的贪吃鬼 他们混淆真理与假象 良善与邪恶 而他们这么做 只是为了钱 这些领袖声称认识神 却又用克里特的生活方式 否定了神 所以对教会中这样的人 必须处理 这让保罗写出后面的内容 因为这些堕落的领袖 教会中很多基督徒的家庭 和个人生活完全陷在最终 保罗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强调这些人造成的结果就是 神的福音被毁谤 那些非基督徒的邻居 现在有充足的理由去 说我们的不是 这让我们救主神的道 完全无法引人注目 无法激起任何人的兴趣 相反 保罗描绘了一个理想中的 克里特人基督徒的家庭生活 他们忠于耶稣 年长的男人和女人 都能行事正直 有自制力 成为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年轻女性不乱搞男女关系 避免结婚 在当时的克里特 这些都是流行的风气 但是这些年轻女性应该寻找虔诚的伴侣 这样就能一同建立稳定的家庭 年轻男性也要做同样的事 他们应该是勤劳肯干健康的公民 在克里特岛上 基督徒奴隶的处境很特别 从圣经新约可知 他们在保罗的教会中都受到平等的对待 但潜在的危机是 他们可能会把这种平等当作借口 对他们的主人不尊重 然后和奴隶反叛者勾结在一起 令基督徒的名声受辱 从这里可以看到 保罗是在探讨一个合适的界限 他相信需要在公开场合 见证耶稣福音的救赎能力 如果福音真能转变克里特岛的风气 那么人们就不必经历社会动荡 基督徒也不必远离城市 去过与世隔绝的生活 当基督徒充分的参与到公众的生活中 当他们的生活和家庭 从外表看也是普通人的时候 基督徒所传的道 才会吸引克里特人 他们的邻居经过仔细观察后会发现 这些基督徒活在一套 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中 他们委身于一位完全不同的神 这就是保罗在第二章结尾处 画龙点睛的总结 他说促使基督徒 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 是神丰盛的恩典 这个恩典体现在耶稣的身上 到基督再来时还会体现出来 当耶稣放弃自己的荣耀 为了仇敌的益处而忍辱受死时 这恩典就显明出来了 所以耶稣能够搭救并赎回他们 这同样的恩典也呼召神的百姓 要对腐朽的生活方式说不 因为那种生活和神丰盛的爱相抵触 之后保罗从基督徒的家庭 延伸到克里特社区 基督徒要在其中做新人 活出新的生命 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是优秀的市民 他们应该有和平慷慨 顺服掌权者的品格 因为寻求众人的益处而出名 这与克里特人从小学到的那一套 有天壤之别 基督徒如何才能维持 这种反传统的生活方式呢 保罗相信能力源自三一真神 在福音中宣讲的爱 他引用一首美妙的诗 进一步阐明这种爱 他说神的恩赐 自和爱救了我们 虽然我们不配 神通过圣灵洗净 重生新造了一群人 通过耶稣 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称义的道路 这一切都揭示出 永生是新的未来 新的创造 这个活生生的故事很有能力 能造出新的人 保罗确信 从圣灵领受大能的信心 到耶稣的教导 会把神的恩典 传遍整个克里特岛 传遍全世界 保罗在结尾处答应 为提多拆派帮手 可能是雅提玛或推击鼓 然后他问众朋友的安 信 到此结束 提多书展现了保罗的宣教策略 就是让教会成为改变当地居民环境的群体 既不掀起文化大战 也不要被克里特人的生活方式所同化 相反 他号召这些基督徒 有智慧的融入克里特人的文化中 要反对堕落的文化 带入正直高尚的文化 如果他们能学会和平的生活 忠心跟随耶稣 为众人的益处生活 用他的话说 基督徒就会显为忠诚 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这就是提多书的经意